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新賽季最終更新 以及平衡性的重要事項 這一次的更新真的讓人很期待喔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第一點派生武器新載獄標記槍 新版載獄標記槍 副武器搭載吸盤炸彈 SP搭載三重龍捲風 在前一把的宅玉 真的是環境中處處可見啊 現在這把派生的武器 改成用三重龍捲風 我覺得沒有不行 而且以宅玉的高機動性 感覺會是另一種可怕的武器 第二把新廣玉標記槍 副武器搭載跳躍信號 SP是5.1升到 我自己還蠻看好這把武器的 由於前幾天使用廣玉過後 我已經感受到它神速的機動性 不愧在二代被稱為雷神的武器 速度真的是爆炸快 現在有了信號可以讓隊友快速返回場中 然後5.1升到可以在危機之時 或是要大量擊殺時開出來 以飛快的速度屠殺敵人 我現在已經在期待它的出現了 下一把洗鼻桶藝術 在手把上更改的配色 這把新的派生武器 副氣搭載的是碳酸炸彈 SP搭載的是能量戰 相較之下 感覺上是一把比較輔助型的武器 利用碳酸炸彈先攻再補上一發 又或是配合前線隊友夾殺 下一把噴射清潔槍克制 由著超長射程的水槍 這把武器其實我心裡是喜歡的 不過對於標線器的使用 我實在是手太拙了 這把新的克制派生武器 副氣搭載毒物 SP搭載墨雨雲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組合的 噴射清潔槍雖然射程長 但傷害偏低 每次就是少那麼一兩下 現在多了毒物配下雨 我覺得其實蠻不錯的 前一陣子的更新 讓它的彈道偏移縮短 這一下子我更期待它的出現了 第二點 二代地圖 浮轟瑪利亞號 漂浮於上興地區的港灣 在帆船上戰鬥的地圖 這一張在二代 有不少人喜歡 有不少人討厭 我自己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啦 這一張算是二代經典圖之一 進攻有三條路線 這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地圖設計 在這次三代的地圖 拿掉二代的設計方式 盡可能使用單一進攻的設計 讓大家同進同出 但也因為這樣 實在現階段的環境 後排群雄割據 滿是4K長手 天下浪斷手 名不聊生 不過這張瑪利亞號的圖 高低起伏都有 卻不會像是住宅區那樣過度起伏 我相信有了這張圖應該可以讓武器的種類 及環境多少有一點變更的 第三點 大廳點唱機新功能 現在只要投入100G 就可以改變大廳的音樂 即便是私房 也可以讓朋友聽到你點播的歌曲 我就在想說 那這樣是否就是 誰出錢誰就可以蓋台了呢 這要怎麼判定要播誰的音樂呢 這一點我就有點好奇 不過老任出了這個 或多或少呢 就是想要消耗我們的金錢 不然真的是發售沒多久 錢是一大堆沒地方花啊 第四點 戰地鬥士線上對戰開跑啦 更新過後在大廳的二樓 就可以開設戰地鬥士連線的房間 最多可以容納10個人 可以自由更換對手玩 或是關戰也可以 即便是本地連線 最多也可以八人同樂哦 第五點 戰地鬥士追加23種新卡牌 本次更新追加了23種 戰地鬥士新卡牌 相信一定會增加更多種不同的對戰組合 第六點 V3.0.0 平衡性大更新 6-1 追加的DLC 上新地區 在廣場的左側有車站 可以從這個地方 往返上新地區 及蠻腿鎮 上新地區 與蠻腿鎮 有著相同的店家 然而商店內的商品 也是共通的 比如說你在A店買掉這件商品 同一天的B店 商品就會賣完 我看到這個消息後想說 欸 啊 那這樣兩個地方不就一模一樣嗎 這個DLC 純粹是賣為一個 一代情懷嗎 六之二 新賽季的行路相關 新的賽季呢 會追加新的名牌 裝飾品 暱稱貼紙動作 同時也會新增服飾品牌 Azo Kori 在商店內的新商品 一共會新增126種 賽季結束前一周是招募紅利期 會獲得比平常更多的目錄點數 其他新增的項目呢 在日前的更新都有提及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點右上角前往補充 六之三 大廳的頻道功能 這個部分呢我們來多加補充一下 主要就是開設頻道的人 可以設定一組文字 只要知道這組文字的人 就可以進入河流或是亂入 某個層面上來說就是房號 這樣就不用費心加好友 不過由於接入房間沒有人數的限制 所以等於就算知道文字 應該也是要先搶先贏的概念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情況下開房 還能夠再設置密碼嗎 但總之這真的是一個方便的功能 已經期待跟大家同樂了 六之四 平衡性調整 寬滾桶 再對非玩家以外的物體傷害增加兩倍 例如防護牆 防護罩 漁魔 螃蟹坦克等等 直接就是給寬滾桶一個隊伍技能 這表示如果他再穿上隊伍技能的話 我想應該就是一個拆物桶了吧 下一個是快速炸彈 也就是水球 使用過後墨水開始恢復的速度 增加了60分之10秒的延遲 這一砍相信對所有使用水球的玩家 都會有大大的影響 下一個是終極發射 對於螃蟹坦克的傷害增加20% 下一個是5.1升到 特殊武器性能增加的技能 即便裝備不多 也會更明顯的發揮效果 看來應該是增加他技能效率了 但如果本身就是塞滿3.9的 效果是沒有變更的 下一個是噴射背包 對於螃蟹坦克的傷害增加2.5倍 下一個是終極印章 對於螃蟹坦克的傷害增加3倍 6-5地圖修正 在滿點區、魚市場、碎金屬、跨海大橋 美術館、鬼偷刀、座頭購物中心 以及觸犯海洋世界 都進行了地圖的修改 幾乎各個模式都有改 目的是為了減少長手武器的攻擊影響力 這個說得很曖昧 但我猜就是為了削弱4K的地圖強勢 具體修正什麼呢 可能要等更新之後才知道啦 第七點 熊商會打工 新的頭目 成龍跟橫鋼 會以時間表不同的方式輪流出現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使用NSO的APP 或是在遊戲中看時間表 來看目前的頭目是誰 日前提及到的 團隊競賽打工 是以期間限定的方式出現 感覺跟大型跑有一點像 甚至說不定與大型跑輪流頁說不定 好的 以上就是目前新賽季相關級平衡性調整 平衡性的部分呢 我們挑比較大的項目來跟大家分享 詳細大家可以上任天堂的官網來做查詢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